好 接下来咱们继续往下看 那我们再来往下看的话 就是关于在数据库的这样一点 那在flux当中的话 我们也跟大家之前就已经提到过 flux的里面默认情况下 它是不支持这种数据库的操作 那也就意味说 如果你想在flux当中去写操作数据库的话 怎么操作 自己去写 你比如说你如果操作mycircle的话 mycircle当中这书讲过了呀 那操作mycircle的话怎么去做呀 是不是先去导入包啊 导入包之后还得进行一下connect操作吧 就相当于要进行一下connect connect之后的话 是不是还有cursor啊 游标吧 然后呢通过这个cursor当中呢 有一个是不是叫做execute呀 dse cout 然后执行circle语句吧 执行完了之后 在fetch fetch one或者fetch out 通过这样方式操作吧 所以呢这就是最原始的方式了 那你现在说的这种方式 如果你觉得不习惯 你也想像张国当中去使用的话 怎么做呢 这个里面就有一个独立的东西了 这个独立的东西呢 叫什么东西呢 就叫做circlealchemy circlealchemy circlealchemy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它不局限于框架 而是说它是独立的一个python当中的 数据库抽象层的这么一个东西 它在任何的web框架里面都能够去用 你说这个flux里面能用 其他的web框架也能够去用 所以这点需要清楚的知道 然后呢我们再去使用的时候呢 为了把这个circlealchemy的框架 跟flux结合的更紧密一点 或者说在flux当中使用的话更方便一点 所以呢有人在这个circlealchemy的基础之上 又进行了一部封装 那它最近出来的一个结果呢 就是flux circlealchemy 所以我们要进行使用的话 咱们就去引入flux circlealchemy 引入这么一个扩展 然后呢通过这个扩展的话 你完全可以达到跟jungle里面操作模型类的方式 去操作数据库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去使用它 那去使用它的话 那我们首先得进行相对应的安装呢 那安装的话 这个数据库咱们之前已经安装好了 所以呢我们不再去讲这个数据库的东西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咱们要想进行在flux当中去使用的话 我们得安装什么东西呢 咱们在flux当中进行使用的时候呢 得去安装一个叫做blux circlealchemy 得需要安装它 但是你仅仅安装这一个东西还不够 原因在于哪呢 原因就在于这个flux这个circlealchemy 我们跟大家去说一点 说一点什么样的东西呢 flux这个circlealchemy的话 那它实际上仅仅完成的是 从你的模型类到circle语句的转换吧 这一点是要清楚的知道的 这本题就是说 那于一开始最原始的情况下 这里面有一个数据库 好了有一个数据库之后的话 然后呢我们跟数据库之间的一个远程操作 就相当于我们这边是flux的程序 右边是数据库 这是flux的程序 然后呢右边这是数据库 比如说这数据库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mycircle吧 就是mycircle数据库 然后呢那正常情况下 应该是按照我们之前所做的那样一步操作 应该是我们先在这里面先建立一个connect这样一个连接 建立完连接之后呢 我们会拿到一个cursor 拿到一个cursor之后的话 我们再去执行execute的方法 然后呢执行这样circle语句吧 那在执行这样方法的时候呢 就相当于是在flux当中 把谁呢把这个circle语句发给了谁 发给了mycircle的数据库了 所以在这一点的话 它进行的仍然是这样的一个网络连接吧 这点你今天之前有没有去关注过这一点 没有去关注过这一点吗 那你只要操作数据库的话 你要知道虽然你都是在同一代虚拟机进行操作的 但是你虚拟机当中在进行配置的时候 或者说你的张罗程序在去使用的时候 或者说是在这里connect的底层使用的时候 你那connect的时候 是不是都要去指明一个IP地址啊 这还有一项呢 我总归得指明一个host 这个指明这个host应该是等于比如说就是多少 127.7.0.0.0.1 对吧 还有一个端口号吧 对吧 还指明端口号 比如说这个端口号应该是66398 333698 33366 要指明这样的端口号 那你说呢 有IP地址有端口号 肯定就是在网络连接吧 所以这点是要清楚的 意思就是说 你的mycircle跟你的程序之间呢 不一定在一台机器 哪怕在一台机当中进行沟通的时候呢 也是进行到网络连接 所以就相当于 你为什么要做connect呢 先把你的程序跟mycircle之间建立体TCP连接 建立体TCP连接之后 然后呢 当你进行cursor xq的时候呢 这里面不要传一个circle语句嘛 它就会把这个circle语句传到哪呢 这circle语句通过建立起来的那个连接 发送给谁呢 发送给mycircle mycircle这边再去执行你所发送过来的circle语句 执行完成之后呢 然后它再把它执行的结果给我们回传回来 也是通过同样的一个网络连接回传回来结果 数据结果 它把这数据结果传给我们 传给我们之后的话 那我们在这边excuse之后呢 就能够上了一个结果了 那你就可以通过cursor里面的fetch 或者fetch1或者fetch2 拿到这样的结果 所以你要知道 中间是经历过这么一个网络的连接 才进行完成的 经历过网络的连接之后的话 那我们接下来 咱们再来往下去看一眼 这是最原始的这样的方式了 这是最原始的这方式 那刚才我们给大家去引入的 那个circlealchemy 或者是flask的circlealchemy 它是干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咱们就说这个flask 它所对应的circlealchemy 这个circlealchemy 它所做的工作呢 很简单 它所做的工作 只是把模型类 把对模型类的操作呢 给你转换了一下 转换成circle语句了 它仅仅做的是这样一步 它把这个模型类的操作 转换成circle语句之后的话 还得再依赖于你最原始的方式 把这个circle语句往过传 传过来之后呢 它再把这个数据拿到 拿到之后呢 它再进行一下file 或者file 1 file 1之后的话 接下来flask的circlealchemy 它再做的工作呢 再是把这个数据结果 给你转换成模型类的对象 结果转换成模型类的对象 是这样一点操作 所以呢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你仅仅只安装 这样的circlealchemy的话 是不完善的 你只能完成 从模型类转换到circle 从结果转换成模型类的对象 但是中间怎么跟这个 买circle之间的这样沟通 那它就完成了 所以它完成了的话 你就得找别人去完成 那我们之前说了 你在去学习 买circle数据库的时候 我们一上来 是不是就接触过一些东西啊 能够直接去操作吧 那你那时候去操作的话 是哪个东西啊 是pymycircle吧 所以pymycircle能够完成这样一点 所以你可以去安装pymycircle 那我们要知道 pymycircle的话 实际上是说它在于哪呢 它是对于python3支持的 python2也支持 但是python2的话 我们通常不去用它 而这个使用pymycircle的话 它是东西在python3当中去用的 那我们再去用python3当中去用的话 是不是要去安装pymycircle啊 安装完成之后的话 你是不是还要在启动文件当中去执行一个叫做 比如说在章狗里面 我们在章狗里面去使用章狗模型类的时候 是不是安装的也是pymycircle啊 然后你还要在这个 init文件当中去安装一下 这个pymycircle 然后呢pymycircle之后 还有一个pymycircle install as mycircledb吧 然后里面的有一个叫做install 然后呢is mycircledb 是不是要执行这句话呀 这是一个函数 要执行这样句话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这是要python3当中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的这个flux程序 你是真的在python3当中去用的话 那你要去注意 这个flux的circleiwork的话 它还离不开中间的这样的一段依赖包 那是谁呢 你在python3当中 你就可以安装pymycircle了 你安装pymycircle的时候 你在flux的启动程序 在启动那一刻 你就直接执行这句话 这跟你在张国里面去执行 是一样的 所以关于这样一点 那我们在python2当中 去进行使用的话 咱们在python2当中 使用谁呢 我们在python2当中 直接去使用一个叫做mycircle 叫做这个东西 mycircle对应的python 这是mycircle官方去提供的 python的一个工具包 那这工具包指的 就是中间的这样的一部分 操作了 这是在python2当中去使用的 python2当中去使用的话 你把它一旦安装完成之后 它本身安装完了 它就是mycircleDB 所以你根本就不需要再进行命令了 原因就在于原本的pymycircle 它的名字不叫mycircleDB 所以flux它只认mycircleDB 所以jungle也是只认mycircleDB的 你就必须得通过这一步 把pymycircle给你转为mycircleDB 它才能认的 而像python2当中你所安装的mycircle python的话 它本身安装完了 它就是mycircleDB 所以flux里面直接就能够调得起来 它相同于 jungle也是一样的 这样的结果 所以我们在python2当中去使用的时候呢 既要安装这个flux sircleacme还要安装一个这样的驱动程序 这一点跟jungle是一样的吧 jungle你是不是安装完jungle的话 你也得去安装一个pmscircle才能起来作用 所以你的模型的这样的 模型的ORM的框架都离不开中间的这一部分 中间的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通常有一个名词 有一个什么样的名词呢 我们把这个两个东西给你移到最前面 这两个东西呢 通常有一个名词 这个名词呢 我们把它叫做数据库驱动 这个东西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数据库驱动 数据库驱动的意思就是说 你到底是什么命令我不管 反正我能够帮助你把命令发送过去 还能把它给我突然的结果输回来 所以相当于我们都 你使用的框架都离不开数据的驱动这一层 那数据库的这个驱动呢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这个pymycircle是 然后mycircle这个python 它也是都是这样的一个数据库驱动 那除了这两个之外的话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在课件当中给大家去提供的 是不是还有一个叫做flaskmycircledb 这也是可以 这个flaskmycircledb的话 我们可以理解为 它相当于是对谁呢 是对这个mycirclepython做了一部封装 所以你安装哪个都可以 你既可以安装flaskmycircledb 你也可以安装mycirclepython 都可以 那我们给大家去提供的虚拟环境当中的 安装是mycirclepython的 通常情况下都习惯性安装是它 因为这是官方给去提供的驱动包 好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好 这一点说完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去进行相对应的配置了 在进行配置的话 咱们怎么进行配置呢 就相当于是说我的siflasksocleimp最终的话 它转换成socle语句不还得跟这个mycircle连接 然后呢去使用这样的一个驱动层把数据发送过去吗 那这时候的话连接信息我就给它配出来 那配置的时候呢 回想一下在张国当中怎么配置的 是不是在这个settings文件当中 通过这样字典的方式来配置出来呀 在字典里面去指明 然后呢数据库使用的是哪种数据库的引擎 然后相对应的数据库的那个数据库的名字 还有用户名密码地址 跟端口号 那在这个flask这个circleacomy当中的话 它在已经配置的时候呢 就不是按照这样方式来进行配置了 它是按照哪种方式来进行配置呢 它按照方式呢是采用就像网址的一样方式来进行配置 它把它就是说把上面的所有参数呢 都可以给你c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网址里面的格式了 这个网址呢我们把它叫做URI的 网址通常情况下也把它叫做URI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怎么进行区分呢 你要去使用的是哪种数据库 好了数据库的方式放到这 就跟你再去使用的时候 你访问一个网址前面去书的是那个http 那个协议是一样的 它把这个东西给你放到前面来 然后呢以冒号双斜线 紧接下来对应的你连接数据库的时候 连接数据库的名字是谁 然后连接数据库的账号 这个连接护账号是谁 连接数据库的密码是多少 然后呢以冒号来进行分割 这是用户名跟密码 紧接下i的符号代表是说 你这个用户名跟密码在哪台机器上 就相当于数据库的IP地人了 你把助理底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再以冒号来分割 这台机器里面的哪个端口号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然后呢再以斜线分割 是这台数据库当中的 数据库是哪个名字 放到这儿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是否通过这一个URI的网址这个形式 就把上面这个信息全描述全了呀 所以在Circle IP当中呢 就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配置的 所以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就要与这个东西来进行相对应的配置操作了 好那咱们先把这个配置都引完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呢 咱们去建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咱们就把它叫做这样一个专门的 比如说就是数据库的DB的demo 我给你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 然后呢咱们在这里面进行相对应的使用 那我们要进行相对应的使用的话 就要首先来去做那个配置信息 做那个配置信息的话 怎么配置呢 flask circle argument的话 它那个配置信息呢 是从这个当前flask应用程序的配置参数当中 来往外去读的 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参数呢 给你C到flask里面配置参数里面 就可以 那非照这里的话 我们怎么去C呢 当前的话 如果只有一个参数 是不是可以通过这方来读的配置啊 那通常情况下 在pageflask的时候呢 除了关于数据库的连接信息之外 它还可能会用到一些的配置参数 这些配置参数呢 通常都是我们会用得到的 用到哪个东西呢 还用到的一个配置参数 就是这一点 有一个叫做 circle argument commit on tier down 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来去说这个commit on tier down commit有没有印象啊 数据库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提交的东西啊 所以这个on带个teard down是又见到了 我们说了你只要看到teard down 是不是代表是接近尾声的意思啊 只要它的意思就相当于是 在试图函数接近尾声要返回之前 已经都处理到最后了 然后呢 它会把所有你做的操作 自动帮你在数据库当中进行提交 这是它所做的样的工作 那这个参数呢 我们跟大家说 你之前可能会经常看到 但是现在这个 无论是flask circle argument官方 还是这个circle argument官方 对于这个操作呢 都不建议进行支持了 原因在于说 你让它自动提交的话 会有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比如说你有些时候呢 并不想让它自动提交 而是想让我们自己来去维护 什么时候提交 什么时候回退 所以呢这个地方呢 就不要去用它了 而且有些时候的话 你自动提交 还有可能会出现异常的 这个异常的话 还有可能我们需要进行补货 需要回退 如果你让这个circle argument 自动给你提交的话 那个异常你自己就补货不到了 所以呢这一点就相当于 现在官方都不建议 我们再去使用这个参数了 所以这个参数 你要知道有这个存在 但是现在呢 我们尽量不去除了它 除了这个参数之外 还有一个参数呢 这个参数叫做 Track Modification Track是代表更多意思啊 然后呢这个Modification代表是修改的意思 它的意思就相当于 如果一旦我在数据库当中 把数据库里面表的数据修改了 那相对应的 在circle argument的模型类的具体的属性 是不是应该也同步的进行修改一下啊 应该保证模型类的数据 跟数据库里面数据是相同的 所以呢把它这个东西 Track Modification 给你开起来之后的话 那这个circle argument 它会做同步的 它会进行跟踪 只要你数据库里面数据修改 那相对应的在 程序里面的模型的对象数据 也就会同步修改了 所以这个参数是通常情况下 我们都会开起来的 这是关键点 也就是说我们通常去使用的参数 一个配置链接 一个配置跟踪 然后呢 剩下的还有一个配置参数 常见的 是哪个参数呢 叫做circle argument echo echo是代表回显的意思 代表显示的意思 这个echo代表什么东西呢 通常情况下 你自己在进行测试啊 或者是想好奇的时候 你可以去用 它的作用就相当于 刚才我们再去说的时候 不是说你操作的模型类 都会自动转换成circle语区传过去吗 那它转换成circle语区 到底转换成什么样的 通常情况下 我们是不看不到啊 所以你如果想去了解一下 详细进行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个参数 circle argument echo 给它设置为处 设置为处之后的话 那你所进行操作的时候呢 所有的每次操作模型类的东西呢 它所转换的circle语句 它都给你显示出来 都能够让你看得到 所以这是我们在进行调试的时候 或者是说你进行测试跟踪的时候 可能会用得到 所以这是关于这个参数了 那我们正常再去使用的话 就是前这个参数跟这个参数会用得到 所以现在有了两个参数 那咱们就把它以类的形式 给它定义出来 所以咱们现在呢 不再一个一个定义了 咱们是以类的方式来定义 所以呢 比如说就叫做config 然后呢 比如说应该是进行的object 然后呢 这是配置参数 配置参数 配置参数当中 我们首先把这个 比如说这个 debug是不在底下写了 debug写的话 在这里写了 咱们直接写数据库 circle alchemy 的配置 参数 然后呢 首先第一个应该是circle alchemy circlealchemy 然后呢 它所对应的叫做database 然后呢 uri database应该是不是辅助 对 应该是database uri 然后呢 它对应的要去链跌的方式来去选 然后首先我们使用的是mycircle 放到这儿 对应的冒号双斜线 然后呢 我的用户名是谁 我的用户名也是root 然后呢 再以冒号来分割密码 我的密码呢 跟大家是一样的 也是mycircle 然后再add符号 对应的主机127.0.0.1 然后再对应的端口号是3306 再放后来 对应的是一个数据库了吧 所以我家里面进行操作的话 我先把咱们要去使用的数据库呢 去创建一下 我先来去连接一下 mycircle-u -p 然后的话 这里面创建数据库的那句 还有影响吗 create data base 然后呢 指明名字吧 比如说我们把它叫做db python 比如说就是零四吧 然后插赛的吧 实际上你通常计划下 也可以加上一个默认参数 叫做default插赛的 都是一样的 加不加都可以 给大家去提一下 有些人也去习惯 去取一个default插赛的 插赛的等于utf8吧 中间是不是不加斜线呀 然后去创建一下 创建一下之后的话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show data bases吧 看一下当前我这里面是不是有个dbpython零四了 已经有了吧 有了之后 然后接下来咱们进行相对应的去使用 然后咱们把它名字叫做dbpython零四 放到这 好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那这一点参数咱们写完成之后的话 咱们再来去配置另外的一个参数 刚才我们所说过的那个参数信息 也就是说这个 这个circle 这是自动跟踪 设置circle alchemy 自动 跟踪 数据库 那他所对应的值呢应该是circle alchemy 对应的这个track mod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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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是没有提示的啊 应该是modification modification c 然后你要注意这是一个辅数的形式 他是要跟踪这些辅数的形式 放到这 然后的定义的话 我们要把它设置为true 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然后呢紧接下来这个参数呢 咱们写完了 把它复制过来吧 就写错了 然后把它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紧接下来咱们看一下配置是不是写完了 配置完了的话 我不知道还得导进去啊 导进去的话怎么去导啊 应该是app.config 然后呢 fromobject吧 object 然后呢直接把这个config传过来就可以了 好传过来传过来之后的话相当于把参数导过来 导过来之后呢 那接下来当前的这个配置有了 当前配置有之后 那如果说想让你的数据库开始进行连接 你要能够拿到一个数据库连接的对象 接下来进行实际的话 怎么进行操作呢 我们需要进行导入 导入谁呢 从哪呢 从这个flask circle alchemy当中去导入 导入一个类 就叫做circle alchemy 把它导过来 导过来之后的话 我现在去创建数据库的工具 创建数据库 然后呢circle alchemy 工具 对象 需要创建它 那创建的话的话 也就相当于要去构建这个类了 呃 我们通常情况下把这个对象叫做db 接下来构建它 构建它的时候 我们说了它是不是得去使用到这个app里面所对应的这些参数啊 所以需要把app传给它 传给它之后的话 那这个circlealchemy 就会自动去从app当中去找到config里面 然后呢把参数提出来 然后呢并且去创建好的一个连接东西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通过透过这个db来去使用数据库了 这是关于在进行初始化设置的时候的一个基本步骤 这跟张国当中是不是相当于有点麻烦了 张国当中的话 你只要在setting文件当中把那个配置参数配置完成之后 你接下来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去使用了 但是flashemy就不能这样做了